很多孩子他就會產生那個叫做Pay Attention 因為這個叫出乎意料之外 有沒有 剛剛有說明 所以他會對這個課程感到好奇 因為我們創造了一個讓他有驚訝的感受 好 那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再讓孩子看 確實他們很多孩子這時候 馬上就會歪著瞳看了 兩張圖一模一樣只是轉了什麼?90度 那我想比較重要的重點是 很多孩子在這裡產生驚訝感的時候 他會把耳朵打開 他會 他會把无感打開 那麼來看看 到底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什麼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談到說 生命裡面 生活裡面 學校裡面 有很多人跟人的衝突都在場 到底是馬隊 還是青蛙隊 那接下來孩子有這個驚訝感之後 我們要做的是讓孩子去討論日常生活 你有沒有看到誰跟誰有這樣的經驗 那很有趣的是大部份的孩子不會先說 他們一定先講爸爸媽媽 好 OK 那但是接下來我們再引導到 讓他們去思考一下 自己的生活裡面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很多孩子就會開始有感覺了 所以我們在學校推診 有很大好處就是因為事實上 志工指示協同教學 真正教學的主角是誰 是老師 那麼很多非常認真的老師 在我們提供服務的時候 老師也在現場 結果你就會發現很多老師非常棒 當孩子上過這個課程 有一天班上孩子仍然又吵起來了 當然我常講 像EQ很多志工夥伴都說真的很有幫助 我一上過EQ唯一的壞處就是什麼 只要一不小心發了脾氣 家裡的配偶就會說 你不是有上EQ課嗎 那這裡我要特別聲明 我有跟我們志工講說 你可以說良好是說的 高EQ並不代表你從來不發怒 而是你發怒的次數比過去越來越少 你表達憤怒的方式比前越來越好 那所以更何況是孩子 我們不能指望他上過EQ課 我常講EQ課絕對不是8小時 就可以護醫生的事情 他需要更多大人後續持續的關照跟交換 所以在這裡我覺得最棒的是 我們的課程提供老師跟孩子 一個共同的處理情緒的系統跟語言 我們很多老師當孩子有衝突的時候 老師把他們叫過來 他們來conplain的時候 老師會說 哦 還記得你們上次上EQ課 有上到馬根青蛙嗎 孩子想起來這個經驗了 這時候再問孩子 有沒有可能你們兩個現在在吵 其實就是個馬根青蛙 我常講這樣的一個當年的 insight當年的awareness 你在把它換回的時候 孩子會稍微安靜下來 就只要那幾秒鐘情緒稍微緩一下 你知道EQ就長出來了 我們的大腦的機制是這樣子的 好 所以這裡我們課程裡面 其實有更多更多類似的活動 都在提供這樣的一個awareness的經驗 那麼我想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希望把更多的時間 留給來自美國跟來自日本的講者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裡我就很快速的過去 接著課程裡面的第二個很重要的文書跟層面 就是孩子不只要有所決定 他一定必須有實踐的能力 也就是說EQ或者品格絕對不是說說而已 我有感動就好 他一定必須要有行動 所以在所謂的自我管理根的記念 還有很多行動的智慧有一些技巧 那我們的課程也有提供 包括培養良好的情緒習慣 那麼在這裡我用一個例子 同樣這個是我們六年級的課程 也就是我好你也好的課程裡面的一個段落 我們把它叫做武功秘笈 我們給孩子看這樣的一個生活情境 這個是在小學經常發生的 你看到的 有一個孩子今天美勞更快結束了 他匆匆忙忙要回教室的時候 不小心把水彩整理到地上了 那這個場景很常見 因為班長五六年級大部分都是女生 或者衛生部長 然後大家都知道五六年級的女生叫做熊八婆 就罵人了 你怎麼這麼笨手笨腳 地板都被你弄髒 真的情境是非常常見的 我們請學生上來演 穿藍色的衣服的孩子沒有孩子 我們讓他隨意 你依照當時的感受去反應 各位就會發現大部分孩子第一句話 馬上就自我保護 我哪有笨手笨腳 你自己昨天還不是把班整 那至於在家裡的情境 孩子只是敢怒不敢言 他們心裡的OS其實大致上都像那樣 我們讓孩子演過之後 在問這個穿藍色衣服被指責的這個孩子 你的感受是什麼 他說他非常不舒服 他就是想要替自己捍衛 好 我們就告訴孩子這個叫做擬訊息 當別人的行為讓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馬上就指責對方不是你 這個叫做擬訊息 而在溝通裡面其實全世界都一樣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溝通技巧 叫做我訊息 很多大人到了進入組織之後 參加器官顧問公司辦的也在學這個 那是這麼難的技巧 我們有沒有可能把它變得很簡化 讓孩子也能學習 是OK的 所以在我們的課程裡面 其實我把我去猜成比較小的元素 那因為這樣孩子的學習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告訴孩子 當別人的行為讓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要選第一招叫做具體描述對方的行為 你不要罵他們整個腳 當你告訴他 同學你的顏料滴在地上了 你會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孩子會否認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fact 地上真的有水彩 所以沒有孩子會說哪有哪有哪有 他沒有辦法抗辯 另外因為當你具體描述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任何責備的意思 人就不需要defense 所以他反而比較能夠接受 那這個是已經在學歷上 有很多很多的證據支持 這樣的我訊息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跟孩子分享這樣的一個技巧之後 馬上讓他們做一些演練 那給各位看一下 譬如說 我們馬上就問他了 這三個修法 那一句叫做具體描述對方的行為 而不是你訊息 孩子很容易就猜到了 然後我們讓他去看 來 第二題 第三題的問題出在哪裡 第二個訊息 各位看得到吧 老師 第三個叫做故意 所以我們希望孩子從小就學會 人跟人的互動不要放老師 不要放故意 因為你只要說老師 孩子馬上就說我昨天就沒有 我不是老師 焦點完全錯了 你的重點是他用完 你用東西水移法 可是你只要加上老師加上故意 你會發現他產生防衛 他argue的重點就完全錯了 所以我們要說其實這個就是 一個對視不對人的一個技巧 我們常講要對視不對人 對視不對人 大家都知道這個概念 可是我們在技巧這麼小 我們就讓孩子從小學習 那我們更希望的是後面 老師能夠在機場生活裡面帶領 那我想後面的問題我們就過去 我們發現孩子是非常容易就可以學會的 那麼另外這裡也跟各位分享 還有一些其他的技巧在我們的課程裡頭 好 第三個層面 教授透過C Confirmation的部分 透過比較有系統的幫助孩子去建構 對於了解自己 了解別人 了解情緒這一個課題 因為心理學已經有非常非常多 Robust的結論 比較而易被認可的結論 他對於孩子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麼我想在這裡我們就特別對黃霸靈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給中年級的課程 跟高年級不太一樣 我們看一下影片 好 這是我們給中年級的課程 那因為中年級的孩子的個性不同 所以我們用的是比較活潑的方式 那我們你看我們要介紹 心理學界定的到底情緒是什麼 我們怎麼做的 我們讓孩子先去討論這個情境 這也是常見的一個情境 也就是說學校有什麼 接一 大隊接一 那麼你們班是紅隊 已經最後一棒了 終點快到了 偏偏隔壁班的領先 代表你們班是藍隊領先 但是後面緊追在後 那我們就問孩子 如果你是藍色班級的啦啦隊 你這時候的心情是什麼 讓孩子發表 然後接著再問孩子 當你有這樣的心情的時候 你現在回憶一下你的表情會如何 臉上的表情會有什麼變化 還有身體裡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或感受 好 等他們都討論完之後 來 接著我們進入開始說明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公佈答案 你就會發現 哇 他們的孩子其實是會猜對的 但是我把它整合起來 實在他會情緒有更好的了解 跟認識 所以我們看到的 我們就告訴孩子 沒有錯 他是緊張 同時緊張的時候 孩子都會提到沒有心跳加速 來 我們點一下這裡 我們點一下這裡會強調他的那個表現 好 再來 表情會有什麼變化 眉頭皺起 來 眼睛散大 還有 好 很有趣吧 所以我們中年級的課程 其實孩子真的上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後面還有很多關於人際關係的 來 我們先回出選擇一下 好 我們直接進入第六課 第六課 好 那這個當年 五六七八就是為了防霸靈做的 那我們看到霸靈有什麼問題 其實被欺負的孩子有很多時候 是因為他的人際知覺的能力怎麼樣 相對比較多 那我們在這裡怎麼做呢 要等一點點時間 好 不好意思 因為他這個是fresh 所以他要run一點時間 那我 好 OK 調過動畫 好 進入我們下一個單元 好 我們怎麼做呢 好 我們要讓孩子知道 人際互動當中真的很難免 即使是好朋友有不可能他今天讓你不舒服 即使是親密配偶 也可能他今天讓你不舒服 但是別人讓你不舒服 我們知道容易被欺負的孩子很多時候 或被公平的孩子很多時候 是因為他常常一口咬定 什麼都不看什麼都不想就認定 對方一定是誤語的 那我們做這個活動來 我們看一下 開始活動 好 我們做什麼活動 我們讓孩子看 日常生活常見的連方化 來 有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 下整理到處都有雞水好 下一張 有一個同學走 來吧 像這樣子 呀